昨晚在皇后区法拉盛一个寓所发生惨剧 一对一岁的孪生兄妹被发现身体有多处伤痕 女童送院之后正式死亡 男童情况危急 警方拘捕小童母亲以进行问话 警方指 昨晚大约十点收到小童母亲的报案电话 于是到法拉盛的寓所进行调查 期间发现女童躺卧在地库已经失去知觉 她头部和下体都有伤痕 腹部有一个大伤口 全身都有水泡和损伤 送院抢救之后不治 另外女童的孪生兄弟被发现有几条肋骨断裂 下体有伤痕 臀部有骨折 肝脏撕裂和腹部严重肿胀 她全身也不满伤口 现在情况危急 除了这对孪生兄妹之外 屋内还有三名分别两岁四岁和五岁的女童 其中一人手肘有一处烧伤的痕迹 他们均送到医院进行检查 现在由市政府儿童福利局照顾 警方指孩子的父亲当时不在现场 孩子30岁的母亲就被带到111区的分局进行问话 暂时没有遭到起诉 邻居对事件都表示震惊 有邻居表示 孩子的母亲是该区比较新的住客 平时很少跟其他人说话 昨天早上 一般青年在布朗市的一间拘留所起冲突 20名惩教人员在调解期间受伤 惩教人员工会对事件予以谴责 促请市政府关注执法人员的安全 事件发生在布朗市 当日一般青年途经教室时 和教室内的另一般囚犯口角 由于大门没有上锁 事件迅速演变成打斗 当局表示 大部分承教人员受轻伤 其中11人送院治疗 涉案青年年龄介乎到16到17岁 他们都是近日才转移到拘留所 根据纽约州的新法规 18岁以下的青年不会关押在成人监狱 因此在周一的期限前 超过90名青年就从赖克斯岛监狱 转移到这间拘留所 承教人员工会主席哈萨姆德因 在记者会上强烈谴责政府的心力 他表示由赖克斯岛监狱转移到拘留所的囚犯中 40%是牵扯谋杀和意图谋杀案 他言辞强硬地指出 这班人不属于拘留所 这个拘留所也需要关闭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青年和承教人员起纷争已经不是第一次 之前曾有囚犯抢去承教人员的制服后 掉到地上践踏并跳舞 另有承教人员被抢走对讲机后被伤及头部 市长白思豪曾表示 长远来说将青年关押在拘留所对他们有更生作用 白思豪强调当局致力保留拘留所的安全性 如果青年有任何暴力行为 他们将会被转移到较高规格的监防或加控罪名 市儿童福利局表示 现在处于一个历史线改革的过渡期 他们将严正处理事件 昨晚在职家庭党举行投票 正式提名州长库默参加大选 再度禁逐州长一职 经过激烈的讨论后 投票最后以62.8%赞成通过 该党将会从州长选票上 剔除早前参选州长落败的电视女星 力逊和他的拍档 布罗伦市议员威廉斯 改为提名州长库默和副州长霍楚参选 库默和霍楚将需在明天前决定是否接受提名 如果他们接受 他们的名字将会同时列在 在职家庭党和民主党的选票上 库默的团队拒绝就提名做出评论 暂时不知他的态度 不过库默在前两届的州长选举中 都有接受在职家庭党的提名 由于该党原本支持的力逊 就会参选州第66选区众议员一职 不过力逊和该党都表明 会支持该区现任众议员格力克连任 根据规条 州长参与人需要改选另一个职位 才能把其名字从州长选票上剔除 虽然有多名在职家庭党成员表示不喜欢库默 但他们称 这次的做法是为了团结民主党人 和支持库默的劳工团体 不希望分驳民主选票 令共和党从中得意 一名无证移民披萨外送员 数月前因为送披萨到布鲁伦一个军事基地时 拿不出证件 而被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人员带走并拘留 上月法庭派令将他释放 不过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就在周二提出上诉 要求推翻裁决 上月法院对无证移民维拉维新西奥签发人身保护令 暂缓缔解出境的法律程序将他释放 并容许他在绿卡申请期间做紧急逗留 维拉维新西奥的代表律师对上诉感到失望 但不惊讶 他们会继续代表维拉维新西奥 并为他争取和家人团聚 这次的上诉是由联邦检察官博曼提出 他是总统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的前律师楼拍档 也是川普指派 接管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人选 检察官办公室拒绝就此事做出回应 大约在两周前 在布罗伦一个球场发生一场枪击案 一名16岁青年因物中榴弹死亡 警方昨天表示已拘捕该名14岁遗犯 并对他作出三项起诉 事发当日16岁男青年奥宝拉在球场打篮球期间 遭到一枚榴弹击中头部后方 宋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 警方指疑犯案发时与另一名人士走到球场 他在离奥宝拉多于100尺的范围内开了两枪 警方相信他的原定目标并不是奥宝拉 疑犯现在被控谋杀 非法使用枪械和非法持有武器 奥宝拉的父亲在早前的悼念仪式上曾表示 奥宝拉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他的志愿是当工程师 但一瞬间就被人终结了他的生命 因此他希望可以筹划一个篮球计划 以对抗暴力行为 防止再有青年遭受类似情况 明晚在Guarino Furial Home将有首页仪式 奥宝拉的葬礼就会在周六举行 军豪大酒楼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但是全新装修过之后的军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来看过呢 装修富丽堂皇 高贵典雅 配有最新的3D LED屏幕和灯光舞台系统 无论是婚礼宴会还是公司活动 军豪大酒楼都可以满足您的需要 还没看过 不要紧 因为10月12号 第10届华语巨星歌唱大赛的第二场出赛 将会在军豪大酒楼隆重举行了 欢迎各位街坊朋友丽林 一边品尝美食 一边欣赏演出 你好 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unny 张晓英 我是负责管理军豪 军豪的CEO 那我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军豪酒楼 这一年多以来的变化 首先我们去年10月份进行了一个存产在 Main Ball Room进行了一个大的装修 包括安装了3D LED屏幕 3D的舞台 还有专业的灯光和音响 那自从我们装了这个设备以后呢 最近一年多以来我们的社区的party 或者是婚宴的party都增加了非常多 我们这里可以延开130席 我们的茶室也是东西非常新鲜 每一天呢提供呢大概有超过150样品种 希望观众朋友们有机会都来品尝一下 晚上我们这边设有10多间包房 除了就是中间有一个main dining room 还有10多间包房 我们是价钱也不贵 是500块以上就可以订房间 那有私人的菜式 私人的服务 还有私人的空间 也有免费的卡拉OK唱歌 希望观众朋友们多来我们军豪和本森盛典KTV 谢谢大家 门票数量有限 售完为止 马上打电话定位 军豪大酒楼电话7183583388 军豪大酒楼地址 136代1020Roseford Avenue Flushing NY1135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